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启程访美 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 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六个美国主要城市 预定6月9号返回台湾 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 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 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 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 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 那就是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 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 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述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的看法不同 他说依据他长期观察与接触台湾政治情势 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 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 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 他说的是一个中国 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 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助 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 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 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地发出信号说 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对于蔡英文胜选后 如何与她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 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这个交道没法打 你是两国论的代表 我跟你打什么交道 对吧 你要那样搞的话 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 可能影响台湾选情 黄仁伟说 无所谓 无所谓 这不是影响选情 是表明我们的立场 难道我们为了蔡英文放弃我们原则吗 蔡英文算老几啊 蔡英文我跟她面对面见过无数次 我也批评过她 你这两国论你搞的什么鬼啊 你说马英就黑箱 你两国论不黑箱了 黑箱到无法黑箱了 啪了一下就跑出来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 是要到美国 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 为她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 在中国政策上 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 去除障碍 蔡英文星期天 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 告诉媒体 她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 国会和智库等部门 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 交换意见 在其他城市的部分 主要是与台桥聚会 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 另外还将安排拜访一些产业 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 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 和民主发展的看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钟晨芳的报道